大家好,這是Piag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五個 可以用微波爐做出來的餐點 那有分高碳跟低碳的 所以看你要蒸雞或是節子 都可以自己下去選擇使用 那用一般的碗也可以做得出來 但是我還是會用這些 微波爐專用的蒸煮盒子 來做這些料理 所以你還沒有購買的話 你可以去下方的連結 做這個購買的動作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給它看下去 如果你還不知道這個盒子是什麼的話 請你去看上一支影片 但它的原理大概就是下面會有水 然後上面擺食物 之後你給它放進微波爐 就會有點像是在蒸東西的感覺 那首先我要先來介紹魚類的使用方式 大約1.3公分厚度的魚片 都是微波2.5到3.5分鐘 那冷凍魚肉的部分的話 總共大約會需要6到7分鐘的微波時間 今天這道料理 叫做幸福起司鯛魚 那鯛魚它從小到大 都是在水裡面長大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從這個魚片淋水下去 讓它回到這個家鄉的感覺之後 它的肉會變得更加的鬆軟 更加的好吃 之後你把它的蓋子蓋起來 上面的洞打開 先微波個5分鐘 出來之後大約是8分熟 你再灑上起司還有黑胡椒 然後再微波個2分鐘就完成了 接下來要講的是蔬菜的部分 長得像是葉子的 像是波菜、黃地菜、空心菜 大約都是微波個3到4分鐘左右就完成了 今天這一道叫做開心香蔥地瓜葉 一樣是下面加一點水 然後微波個4分鐘左右就好了 熟了之後我會喜歡加一點日式醬油 還有一點點的鵝油蔥酥 我都是用蝦皮上面買的叫做樂棚鵝油蔥酥 但是其他超市賣的鵝油蔥酥應該也都是蠻香的 最後我就把它混在一起 就會變成很好吃像是燙青菜的感覺 但是會比水煮的燙青菜還要健康 因為真的青菜可以保留更多的營養 下一道是梨麥的料理 如果要單組梨麥的話大約是1比2的水 去給它微波個8分鐘 然後再燜個7分鐘讓它把水吸完之後就可以完成了 那今天要做的叫做夢幻梨麥海南機 我用的是紅梨麥已經洗過了 先把200ml的梨麥跟400ml的水 給它放進去攪拌一下 蓋子蓋上之後把洞口打開放進微波爐 微波個5分鐘之後出來 你就會發現說欸好像還沒有熟的感覺 但是你不要害怕 接下來我們要先把雞肉切好之後放在上面 確保每一塊都會有平等的權利 接受到增煮的過程 之後就繼續跟著梨麥再微波個3分鐘左右 這樣子煮出來的好處是 雞汁的精華會流到這個梨麥中被吸收 等一下梨麥就會多了一道雞的香氣 那微波完之後 就給它放在那邊燜個7到8分鐘左右 等它把水分吸完 在近代的過程中可以順便煮個蔬菜 今天用的是冷凍青花菜 大約需要微波個6分鐘左右 但是如果你拿新鮮的話 大概就微波個3分鐘左右就好了 蔬菜好了之後 梨麥的時機大約也成熟了 我們就給它打開蓋子 看到它變得非常的飽滿非常的夢幻 之後就加一點黑胡椒還有半包的海南雞料理包之後 把全部的東西攪一攪 就完成了這道料理 這道餐點它好吃的要領 不是在於說你會不會料理 是在於說這包海南雞醬料包真的是非常的香 我個人很喜歡 所以推薦大家可以去吃吃看 偶爾吃不會怎麼樣 最後要做的是兩個烘蛋的料理 第一道是甜蜜藍莓燕麥爆漿巧克力烘蛋 它的材料有燕麥牛奶 雞蛋4顆藍莓巧克力 做法就是把全部的東西給它攪一攪 放進微波爐5分鐘之後 微波完打開你就會覺得說 哇長得真的是蠻醜的 但是沒有關係它吃起來是很好吃 那這道料理它的來源是我以前在讀大學的時候 大家都很喜歡用馬克杯做這種燕麥烘蛋的料理 來當做早餐或是小點心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說馬克杯太小 然後用大的碗的話上面沒有蓋子蓋著 微波出來下面會太熟然後上面會太深 所以用這個盒子做出來的真的是很棒 很好吃整個都會是熟的 然後又不會說哪邊太熟哪邊太深 非常的好吃 第二道烘蛋料理是帥氣韓式泡菜起司牛肉烘蛋 它的材料有起司奶油牛梅花泡菜黑胡椒還有4顆蛋 做法一樣是把全部的東西攪一攪之後 放進微波爐5分鐘就好了 我下次再做的時候應該還會先加一點韓式辣醬攪一攪 這樣子會更有韓式料理的感覺 那其實烘蛋它的變化可以很多 像是我上一支影片中有做過的甜椒鮭魚烘蛋 你也可以做銷魂洋蔥鮭魚烘蛋 或是空林松露椰骨烘蛋 甚至是狂野奶香龍蝦魚子醬烘蛋之類的 你想得到的都可以加進去 只是不一定會好吃 最後希望這支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那希望這個盒子可以提供給你一種比較簡單 比較方便的備餐方式 讓你的身材變得更好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